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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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Karl介紹我 有什麼主觀 其實一句說話 我是大家所謂大學院的分析員 也是曾先生口中的幾一流分析員 就是這類的 我是這些人 正然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問我號碼 我都答不到你 我這個Kennie又不是那個Kennie 給不到號碼給你 希望今天 也好像Nelson 聽完之後 希望你們投資 就好像讀完報表 就虧了 你就虧了一點 其實這個比較長的教育 這個比較重要 我用了一句 我最近看電視 我都看過蘇絲網 他說一句 我今天不是教你煮菜 是教你煮一頓飯 我教你怎樣看股票 就不是投資在哪一隻 說回細股 細股有些 為什麼是細股呢 通常我們行內是市值的 就是看公司的市值 多大 有些我們用一個分界線 一億美金市值 樓下我們叫細股 樓上叫大股 這個沒有問題 不過你看這個圖 挺有趣的 你看到這個就是一個 粗的那條線 就是我們瑞信 就是幣公司有一個 我有做一個小型股的指數 還有一個摩根士丹利 中國指數 就是一個 又新的那條線 那個是一個大股 那個指數 那個走勢 挺有趣的 你看看原來 在1995年到現在 原來你 你 一直買這個指數 原來真的 跑洋大股都幾多下 這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也有很多分析 有做過 就是原來 細股 盈利基礎小 所以增長的機會比較大 還有 有一件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在中間那一句 我是絕對同一件事 其實市場 不是百分之一百 是有效率 有些就說 市家已經反映了 所以不是 其實真的不是 很多東西是市場 不是那麼清楚的 所以其實是造就到大家的機會 就是一些細股 就是細股通常怎樣 不是那麼多人去分析 不是大家不那麼熟悉 就正正有這個機會 就給大家 如果你真的能夠看得通 你投資下去 其實你的回報有機會 是給一些大家 大股有些銀行 你知道 大家有一個幫助銀行 哇 全世界有百多個分析員分析 每天都有報告 有什麼大家會不知道 沒有秘密可言 但是細股反而有這樣的機會 還有一件事 剛才Nelson提過 細股有些人說 細股便宜 便宜便升得多 什麼叫便宜 什麼叫細股 有些看股價 三毛錢便便宜 細股 有些是三十元 哇 這麼貴 三十元 這個我不要笑 我肯定你們之前 曾經有這樣想過 但可能你熟悉了之後 你會發覺 不是 Odelson說的 三毛錢將它十股 下一股便是三元 便是大股 其實沒有意思 數字遊戲 千萬千萬不要只看股價 就說它是細股便宜 買啊 正啊 千萬不要這樣說 我還記得好像早幾年 有間 不菲特都有買的 一間 我國的一間石油公司 那時股價幾千 一個多人錢 是不是細股 不是細股 怎麼是細股呢 多大間 一年賺多少錢 過千億人民幣 不是細股來的 那看細股 通常呢 我就會看三件事 其實基礎分析是兩樣 頭那兩樣 好像Odelson這樣說 要看報表 要看行業的增長分析 賺多少錢 這個第一類 這個是最大路的 大家看看它 這間有實力的細股 如何將來增長 變成大股 而第二點 這一點呢 其實呢 這個算是基礎的分析 但是非常非常困難 我都經常 我做了十幾年 看股票都沒有 很多時候都看不通 就是怎樣呢 有時候你看到很多 例如好像 以前的紅丑注資 或者有些公司的重組 股權的變動 其實這個都算是基礎分析 但是坦白說 是非常難做 但是呢 很多時候你看到 有些股票上升了幾十倍 那些 很多次就正正出現在這個例子方面 就是當間公司 其實可能由一個業務 變成完全不同的東西 但是都是一個基礎 一個分析 但是如果能夠看通這件事 那你真是發達 第三樣的就是 大家我想最常看到就是這件事 就是 看看究竟 蘋果好像說 哪一隻的注資 就是看哪一張報紙 又有傳聞 哪個莊家炒哪一隻 看圖 穿了 頭肩頂 又說什麼射擊之聲 是很多這些 但是我猜大家用花 射擊之聲的時間 是會多過看什麼藏務報表 這個我很肯定 但是呢 這個就是其實 我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大家寧願看射擊之聲 都看不過 不看這些的 一會兒會知道為什麼 不過這些第三點 就不在我今天討論的範疇 因為坦白說 很多時候去到第三點 就是很投機性的 亦都沒有分析 亦都沒有分析 大家差不多可以說 輸錢最大 輸錢的機會 亦都在第三點 贏當然有機會贏 先不要說 對怎樣贏 先說怎樣壞 不要笑 不要告訴你幾句話 你曾經沒有說過 有些分析 曾經說 有些看報紙 接單接到手軟 或者說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你看看全國最大 又怎樣有優勢 產品有出現 很多想法 很多時候我們看 講一個公司 賺不賺錢 就是講那個產品 需求很大 你想想賣麵包 中國十幾億人 一人賺 吃一塊都不行 很多時候是用單向的想法 有些就看回頭 沒有 以前的生意是不行的 都跌過了 又上得回 今次又為什麼不行 有很多這樣的想法 有些就看同一類的股票比較 這堆銀行股全部都升 這隻不升 怎麼遲到它 怎麼會不升 好像很有理由 好像很充分的理由 尤其是最後一個 這個是很危險 有些人說 跌了 當然 大戶入貨 入貨 當然可以 不怕我 買多一點 為什麼 你又知道大戶入貨 誰告訴你 誰告訴你 是呀 我是很認真 誰告訴你 你怎麼知道大戶入貨 但是很多時候 人們就用這些理由去解釋 為什麼自己單元的股票在跌 但是可能是真的錯 這些就是大家講的所謂的分析 另外有一些就是真的 真的當 到你真的 我不是 我是很認真的投資者 我不是 看蘋果 看投資欄去分析 我真的是看的 但很多時候 這個問題就是 你看 你馬上看完就好了 如果不是很全面 去馬上怎麼看 不像學了Nelson 那些心法 那樣 然後看到半桶水 有時死得更快 為什麼呢 有時候 大家看公司 盈利出了 很好 盈利增長了100% 這個當然是買 但是很多時候 你看到 有股票很有趣 出了好的業績 跌 還要跌 馬上跌 有沒有問過自己 為什麼 為什麼 業績是去年的 買股票買什麼 我不是買去年 我買將來 很多時候 投資者的錯誤就是 用舊的數字 去分析 去年它賺很多錢 它的市盈率 大家可以拿起 你一會兒 拿回報紙看看 每張報紙的股票欄 它有個市盈率 什麼息率 多少 全部是去年的 是舊的 如果你用這個數字 去買股票 可以做一個參考 但是 千萬不要只看這個 因為 我們買股票全部買將來 你要看看將來 究竟這間公司 是否價值得再高一些 如果去年說 市盈率3倍很低 為什麼 因為今年 可能今年的業績 是跌一半的 或者跌90%的 它市盈率不是3倍 原來市盈率是30倍才真的 如果你只看去年 那數字去買 它會錯 還有一件事 這個比較難 就是 好像Nelson這樣說 我們要看一些好地點 我們要看一些 可能看一些付註 註解 因為有時候看一個數字 我覺得現在 我和我十幾年前 開始做年 做分析員的時間 看這床的本 現在麻煩了很多 以前我記得 它分得很清楚 特殊盈利有一行 分得很清楚 現在不是的 現在全部倒一堆 只是看一看 其實是有說的 不過你要很小心 看揭露 看一看每一個付註 1A3 你才能看到 我記得 有一間 去年 這幾年都一樣 有一間玩具公司 盈利是每年升的 有些人說 好啊 因為它有些很出名的玩具 做得好 我再回想 好像不是 據理解決的玩具 要賺少 為什麼它每年升 再看清楚 原來升是升什麼 原來它是 在尖沙咀有座樓的 有個商場的 原來它每年 就將這座辦公室 重股 其實是重股 不是真的賺錢 就將它撥在盈利 但是它很壞 它又不是另外劃開 它當作一個營運的日利 你根本沒有辦法 如果你不想看 你以為它真的做玩具 賺多錢 其實原來它重股 原來玩具 是由某年賺1億 到去年 原來是盜蝕幾百萬 你不看了是不知道 但是很多時候 投資者 只是看底下的數目 賺多少錢 不去拆 這也是一個錯誤的分析 還有最重要的是 最後一點 稍後我會有一個例子 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 有時候這些事情 好像很相當然 覺得這件事 應該會幫到它 賺多些錢 或者賺少些錢 即將我的因果 關係簡單化 好像很複雜 我給一個例子看看 這間是真的 這間是我在看分析的其中間公司 不說名字 不過你猜到可能會知道 這間公司曾經在90年代 它的盈利增長是非常快 它做的產品 雖然香港公司 是全世界最大的 你看到它一直到2000年之前 它的盈利一直增長很快 還有股價當然 它增著的盈利上升 去99年 它做了一個很大的收購 馬甘美的公司 當時我還很記得 市場對於這個收購 就是充滿了憧憬 很多所謂 我們英文叫Synergy 那些協同效應 很棒 只要搬這廠回來 都收拾幾億 很多分析 當時市場對它的期貌很高 所以股價也升得很高 但是自從2000年開始 不是因為科網股爆 是因為大家發現 原來它做出來的協同效應 原來很低 或者買回來的東西 原來都不是那麼好 股價一直下跌 然後它一直有不同的收購 亦都開始它的產品 競爭越來越大 盈利發覺停滯不前 就像買東西一樣 也股價一直下跌 但是每一年 我們都很記得 很多基金經理 每一年都仍然有很多憧憬 就是去年衰 會不會今年又開始要翻山 每次下跌 就有這個期望 踏上彈上 有很多期望 直至最近 過去幾年 大家不知道 我肯定知道 過去幾年的原材料 價值得很厲害 什麼原材料 金屬 你都聽過 銅 什麼鋼 什麼油 全部都升 這間公司用得很特別 它用很多銅 還有鋼 用銅 我記得去年 我和兩個基金經理 有一個是做了對沖基金 有一個是沒有那麼對沖 沒有那麼可憐 大家都是說同一件事 就是 你猜這間公司 最近是同價跌 那是不是他受惠 我總體是 但實質不是 為什麼 同價跌第一 第一 你不要當客人死 你的料價跌了 你的客人是知道的 他要按你加 你要減價 第一 第二 你有沒有看他上一次的報告 就是他自己的連報告 因為同價上升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 就儲多了銅的存貨 那我們就有九個月的存貨 那他當時很棒的 在去年年頭 同價升的時候 他有一段時間是很好 但是跟著同價一路 就開始慢慢跌 其他人 我這樣看法 我現在同價跌 我怕他會出事 其實他現在在倉 有九個月的同價 是同貴同 所以現在這段時間 大家 以一個就這樣 一廂情願的想法 覺得同價跌 成本便宜了 便可以升 你在報紙上看到 很多這類分析 那個股價曾經 在兩個月確實是 標了上來 在 這裏看得不清楚 在2006年那裏 他突然跑上去 那一刻就因為這樣 但我告訴他 不是的 當他出了業績 你會知道他會是中招 結果確確實實 在三個月後 他出了一個所謂的盈利警告 就賣很多東西 賣人民幣 賣天氣 地下硬 很多東西 他做不到他的盈利 但我很記得當日 我跟他爭論 一個對沖機 他講到差不多 走了 我留下 你跟他談吧 他們是不同意 他覺得是差事 有一個人跟我爭論 他跟他爭論了很久 他亦都爭論了自己 也爭論了 我說算了 你把這段電郵 你儲下 一年之後兩人出來 看看誰是對的 有一天我在另一個會見到他 有人拍我幫他 我告訴他 但是你看到一件事 可能當時你的分析可能是對的 但是市場可能是 用了角度看是錯 它是會短暫錯了 但是始終是真理必勝 到最後如果那件事 真的實情是這樣 他的股價是最後會反映到 所以有時候你要反過來想 有時候你看到股價這樣走 你不要認為自己是錯了 或者是 可能你這樣想 其實可能是對的 不過有時候市場就這樣 所以我告訴我市場 不一定是百分百有效率 就是這樣 其實去到這裏 這些其實我剛才所提的 全部都算是基礎分析 有些你可以在聯報 在業績通告公司那些看到 但是第三和第四 就很不好意思 在座這麼多位 我估計 99%的人都很難比較接觸 一些所謂的行業報告 或者所謂的大行 好像小弟做的那些分析報告 因為通常這些報告是 通常給一些經理看 就不是真的給山戶看 但是可能你的報紙會聽到 有時候這些報告都會 除了你看報會之外 是比較向前看一些的 這些報告 如果有機會接觸到 那這樣就真的好 可以做一個參考 但記住一樣很重要的就是 那兩句我自己作的就是 就是數據是可以過字 就是剛才所說的 你所看的數字其實都是去年的 未必是一定對的 那我還很記得 就 我早日我就 見到一間是做紙 他不是買股票的 做紙廠 他跟我說 那間紙好像很貴 40倍PE 40倍市盈率 我說40倍我沒那麼貴 不是我看報紙 他寫這個 我去年的 我們是向前看 其實他不是那麼貴 那這個就要小心 就是數字可能不是真的 現在對 你要看將來 還有一件事 千萬千萬不要以為 這些報告是 就是出真 印得很漂亮 這些一定是對的 我做了那麼久 我知道 就是研究報告 絕對是可以錯的 就是不要看報紙 看到 XX大行 就是他有個報告 說看30元 為什麼 他裡面的分析可能都是錯的 就是大家作為參考就好 千萬不要 就是這樣聽 看了就說 不是喔 大行有哪一家 又會這樣說 我給個個個案分析 這個我也是 我做了十幾年分析完 我自己有一個遺憾 我稍後解釋給大家 為什麼 這間也是一間 香港上市公司 這間公司 又是要掩命的 不可以說 不過你猜到 可能你也猜到 是哪一個 在當時 他曾經是做了一些 電子教育玩具 很出名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他在00年收購了 美國一間很出名的公司 其中一個 虧損的業務 但當時買的時候 我已經做過分析 就是看過他買的那塊 其實我知道是蝕得很淒涼 也是不容易扭轉局面 但他當時的信用在同景 果然買了之後 不夠半年就出事了 看到一些報表 或者他的資產發表 有很多問題 認為有問題 有很多存放問題 他的股價 由30元 就跌倒 只剩2元 當時曾經說過 他可能會倒閉 因為很多撇帳等等 當時我比較早指出 這個就可以 我這邊的分析 頭一節 就是零零應那裏 看到他買回來的東西 是絕對有問題 市場看錯了 去到這裏 但是去到2003、2004 其實在這兩年 我也很衷心地說 管理層 確實是非常了得 他出錯之後 確實馬上看到錯誤在哪裏 就馬上糾正 在兩年之內 將整個錯誤糾正回來 他在2003、2004 就開始清掉了些東西之後 就有些新的產品出來 但當時我所看的遺憾 我所說的遺憾就是 我當時對他新的產品 是所謂不以為然 我覺得這隻東西 其實也不是很特別的東西 他清好了一些東西 但我不覺得對他盈利 接下來可以怎樣打上來 實際上證明 我接下來的一年 我是錯了的 確實那些產品 不知道那些鬼仔 又那麼喜歡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到現在都不太明白 正如你看過那隻玩具 電視有個肉酸 爬爬那隻 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這麼喜歡 然後那個產品越做越好 最重要的股價 不單是超越它00年 現在還是新高 其實這個故事告訴我 一樣東西 第一 首先要分析前一段 我對那段 買的東西 你要小心 他買的東西 不是買東西是對的 很多時候香港公司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看十幾間 即十幾年的公司 通常香港公司走出去 外國賣東西 十單需九單半 你可不可以說到一單是 香港公司 甚至國內所走出去 之後回來 有好結果 你講而已 我沒有講的 不講轉講什麼 我講的是引發大家思考 多數我自己說 其實多數是 多數是不行的 多數是不行的 我都不詳細解釋 可能你詳細想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 但是 之前壞了 不代表他以後都會壞 在後面有一段 就是當你發現到 他有一個很基本的改變 是可以是 整間很不同 這個其實我今天想 帶給大家 最重要的訊息就是 每件事是會改變的 就是千萬不要 用你以前的看法 一直將他畫一條線 以後都是這樣 剛才我提及過 在基礎上的改變 這個比較難看的 尤其是 有些 可能早兩年 我們梳打浮 有些 賭牌 有很多改變 很多公司 有各別的公司 因為這個 有些賭牌的注資 其實這裡 你發覺股價升了很多 當時 我記得在2004年尾 有些就說 炒吧 有些又不知道什麼 有很多錯誤的分析 那些是解釋不到 股價為何會升到 十倍二十倍 可能省匯面 到這個情況下 炒吧 大會做高 托高出貨 知道不知為什麼 但到最後 發現原來自己 再升高之後 自己又買了下去 其實大聲說一件事 就是 如果公司 是經歷一個 基礎上的改變 我曾經提及過 那間公司 他之前是做一間 他之前的業務主義在哪裏 在香港仔 某間 中式 餐廳 不知道是哪間 然後 其實他經歷過很大的改變 變成一間 現在有賭牌 其實原來是他一個很基礎 但在這個過程之中 是最難搞的 你是計不到他 究竟將來他的賭牌 或其他東西 是可以令到他的盈利 變成怎樣 但是往往就是 這些情況 如果你能夠看穿 你能夠在早期 你就買了下去 你能夠 可能可以分享到 那個聲幅 但是 調轉易言 有些你以為 注資是好東西 你發覺看起來 好像當時 97 很多注資 發覺回來 原來到場是一場夢 現在都多很多 我肯定 大家都會知道 這陣子多公司 就說回內地 什麼礦 煤礦 一會兒又什麼油 又很多 蒙古 很多東西 當然 到最後是怎樣 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最難搞 所以可能我們不僅 計算機去計算那些盈利 我想我們真的 找個水晶球去估計 這個是最難搞 但是記住一件事 就是 通常這些情況 市場不一定是被你醒 根本大家都是估計 估計 估計 通常我們這些時候 有些基金叫做 special situation 中文就叫做 特殊 什麼 這個是特殊情況 有些基金 專門負負這些 這個比較有趣 不過其實我坦白說 我自己投資生涯 20年 做幾多留分析員 都十幾年 散戶其實有優勢 買股票 買得少 轉身快 沽貨這麼快 你想想大戶多慘 很慘 沽貨幾個月都沽不完 可能是你這樣想 我不是自己 但是其實大家的劣勢 是多很多 主要就是 其實你們的劣勢在哪裏 尤其是買西股 你們是比較難接觸管理層 好像你以前所說 你們最厲害能夠接觸管理層 就是去股東會踏場 就是這麼多 一年兩次 但是你都未必見到主席 有間電訊公司 你都不出來 主席很多年 你見不到的 今年又出 見不到的 你根本問不到 沒有 這個很糟 其實真的很糟 我不是誇大來說 尤其是小公司 業務變化可以很快 你三個月之間 業務變化很大 你接觸不到管理層 你還拿著那份年報 是2006年這樣說 現在2007年 可能那間公司變得很厲害 也比較難接觸行業的資訊 同行的分析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做分析 因為我自己看工業股比較多 我做分析 我不會只看這間公司 它賺多少錢 我是會看同行家 是怎樣賺錢 我記得有些報紙 有時就說 這間公司很厲害 你看看它 我計到它毛利率是75% 做甚麼的 很厲害 它做的螺絲 賺毛利75% 不可能的 通常這些毛利率是15% 為甚麼你會賺75% 其實你會發覺 在這個地球 當你一件事很賺錢的話 大家一定會去勇取做 這個一定不可能長期 它要不然就 不知道為甚麼 讓它發明到新的 要不然它盤數是騙你的 否則的話 當大部分人做同一件事 都是這樣的利潤 你突然飆上去 這個一定不正常 或者一定不可以持久 除非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原因 即它有甚麼專利 這樣沒得說 所以如果你看到報紙 或者投資介紹 你說它的盈利 是比同行好很多 怎樣呢 你要很小心去看看為甚麼 就不要這樣盡順 還有一件事 第三點 這件事好像比較抽象 但一會我舉個例子 可能會知道 有時對一間公司的評價 或者估值 會變化 以前可能的成率 可能是三十倍 三十倍、四十倍都可以 但可能突然間有些事發生 就令它的市盈率 是會低了很多 這個省會也是比較難 去掌握那個變化 其實習近平的問題 這一身 其實你們都處境很不利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是呀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我覺得看細古 大致上分四種 我都這樣提議 就是大家 剛才我點了一段 我給了四個字 我就說不熟不買 大家如果不熟那個行業 或者不熟那個股票的東西 就真的不要搞那麼多 每個股票市場 有幾千的股票 你不一定要買它 不熟就算數 那 為甚麼可以令自己 比較熟的股票呢 第一種就是 很多大行 九龍分析員都有做這些報告 很多基金持有的 我們所謂很多時候 基金股 剛才有一位女士提了一些名字 可能是基金股 他們的特色就是 市盈率 其他東西比較高 因為多人爭 覺得好 還有大家對它的期望很高 很多研究 每天都有人寫 這是第一類 第二類就是一些 當起 有少量的大行 可能是股票行 或者是分析員寫一下報告 但是可能間中大家 聽一下它的名字 大家對它的期望不是很高的 反而我覺得這些股票 就是大家最值得去買 反而如果一些是大家 很出名的股票 小股 大家的股值 30倍市盈率 難怪這些股票 起碼50倍 反而危險 因為這些期望過高 一有少少風吹草動 就有問題 反而第二類的期望不是那麼高 反而它有機會成為明日之星 第三類就是 這類比較麻煩 其實可能有一些很老牌的 一些二三四線股 它的盈利比較波動 但是又沒有什麼新聞 但其實它的價值比較高 每年的息率有7厘 市盈率可能只有5、6、7倍 其實很划算 不過問題就是 大家沒有人分析 買了很多天都不知道 坐在那裡坐 這類比較麻煩 而且你買出入的風險比較高 正因為散戶處的劣勢 通常買不到一、二、三款 通常是買第四款 就是沒有人知道不知什麼 通常在現在這些市況 報紙經常寫 正確 大家好像有很多分析 很棒 就去買 通常這些股 大家沒有人懂 但是牛市末段 貧民見報 每個人都去買 通常大家輸錢就輸這些 不過都要選股 其實要選 首先是一樣 這個很重要 不要這樣買一些 都沒有兩萬元成家那些 太過冷 都比較麻煩 你買了 不知道公司會怎樣變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細股 我也覺得大家值得去考慮一下 一些比較多的研究報告 或者一些細股 起碼那個資訊流通比較多 但是我又提醒大家 不要以為有研究報社一定對 報告一定對 不一定 很多時候都是錯的 但是這些公司 通常你會知道它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問題很重要 就是如果當所謂基金股 基金股的特色是怎樣 股值比較高 通常所謂的市盈率是比較高 但是當有少少的問題 如果盈利做不到之前與期 通常它可能會引致 那個評級會跌得很厲害 令股價會大一點 這個是反而買基金細股 可能會輸錢的問題 反而我就剛才說了 第二級那樣東西 就會比較好些 因為他們的期望不是那麼高 反而它有機會 就由以前中型的那些 其實以往剛才提過的那些 以往沒有那麼多人看 一看可能那些市盈率 由10倍到20倍 股價已經可以升了一倍 這類反而有機會 大家可以看看 有一件事就是 大家看報紙 很多時候都會找到一些超值股 即是說投資推介 又說怎樣給同行便宜 接單接到手軟 好像很划算 首先你先問自己 為何你會看到 為何你會找 讓你發覺到這麼正的東西 別人的市場又不知道 沒有了 因為我聰明 天生麗質 就是這樣 你要問自己 通常這些可能 可能是一些陷阱 其實可能實質上 以往便便宜 未來不是 我記得我現在也有看 我有一間公司是做的 我是去年幫這間公司上市 大陸股 我經常在報紙看到 不知為何 很奇怪 在同一天 有幾張中文報紙寫這間公司 很正的 他做一些基本分析 他很仔細的 說他有什麼單 出口 百分之幾多 好像是對的 這麼厲害 為何他就知道 我幫他上市 我都不太熟 但是 他講的那些盈利預測 是完全錯的 他講得好像很便宜 去到一天 我自己有做盈利預測 這間公司 我自己會比較熟悉 有時候 如果你是散戶 看完這些分析 你會覺得好像很對 很划算 很划算 然後就撲下去 這樣就出事 有時候會發覺有這樣的問題 散戶 第二點 設計 設計 就是你去買基金股 行 沒問題 但是有些基金股一路上升 突然間逆轉 又開始有人說他不太好 有些問題出現 你就一旁去賣 升到20元 跌到18元 17元 16元 很划算 他以前20元 跌了4元 這是基金股 這些笨 這些基金散貨 他連結 都會跌了 這樣就買了 但是很多時候 你要趁緊看看 為什麼他無緣無故跌4元 跌20% 因為基金股 為什麼會跌這麼多 是否因為業績問題 是否整個前景 所謂改變了 這個很多時候 如果你看到一部資料 看到大行分析 可能他的評級有改變 可能情況在這裏 因為所謂基金股 一帶平級有所轉變 很多時候這些跌幅 不是兩天搞定 而且那個跌幅 可以是很深 剛才我不是給你的圖看 20元跌到5元 有的 有一個很出名做電轉 跌了50% 很便宜 未必一定 第四點 有些股票 跌了50% 20元現在10元底 正 基金股很便宜 不一定便宜 可能在20元的時候 市場認為 未來年的盈利 可以升到30% 直到永遠 所以便宜 但原來發覺 它所有的產品 開始的需求減少 原來未來年盈利的增長 可能只是跌到3% 要這樣計算 原來跌到50% 都未夠 還要再跌到30% 才是比較合適 所以當大家遇到 所謂基金股 突然轉變平級的時間 大家不要馬上說 便宜過以前4元 所以值得買 通常反而你輸錢 輸得最金 反而是這樣 我也認識 有些散戶 它是買 由一些很便宜 很工具 1元買到上 拿了很久 拿到上20元 贏很多錢 下回來 跌到16元 我認識這間公司 它是很得的 那個主席 我整天和他聊天 在周年大會 他是很聰明的 跌到16元我買 我溝 我將它溝上一半 平均價 我都是12元 溝上去 竟然會跌到10元 原本贏20倍 馬上輸回20% 我見過很多的例子 所以大家要小心 這些個案 慘了 好像原來發覺 大家的資訊 比較貧乏 可能 未必掌握到 那個分析 好 如果真的買下去 那怎麼辦 如果大家 都心癢 要有些細股 要看 那怎麼辦 我的錦囊 兩板 我剛才提及過 千萬不要自以為是 這個很重要 你看到一些細股 股價上落 其實凡事必有因 不是偶然 很多 我看過很多 我有時都八卦 Yahoo 投資的網站 我只想看 散戶怎麼看 其實有用 為什麼 因為我跟著公司 本身基金比較多 我很想知道 散戶 是不是這樣的看法 或者下來會有什麼改變 那些掉下來 很流行就說 是啊 大戶 我知道 他好像很知道 大戶的動向 他好像很知道 莊家正在收貨 我問你 為什麼你會知道 誰告訴你 蘋果說 蘋果 我看到那一段 是這麼寫的 他說莊家正在收貨 不是 還有電視 有些股評人說 我不知道 我問你為什麼 你會知道 或者那隻 股評人在升 那隻股評人在升 那隻股評人在升 基金掃貨 是啊 不夠貨 哪個基金 要多買20球才夠 你怎麼知道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 你不要嘗試 用你主觀角度 去用你自己的解釋 去解釋股價的變化 你有沒有試過 股價上落 你真的股票下跌 你有沒有真的想過 平心正在坐下 為什麼它會跌下來 它明明是基金股 它是世界第一的 需求很大的 大陸13億人口 一人咬一口也行 沒有理由的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它會這樣 你有沒有想過 多找資料 有沒有看它的業績 有沒有看它 最近有沒有什麼報告 有提及過它的前景的變化 這個很重要 因為其實 公司的義務 是不會不斷電化的 還有一件事 尤其是你拿了股票 我們很多時候有個偏見 就是我們拿了的股票 就會覺得是好 你會是 就算它下來了 你都會覺得 大戶入貨 我還沒怕 我低一點 我再慢 可能你會是這樣 去主觀去想 可能你會 就算業績 跌了 這陣子天氣熱 是這樣的 你會是這樣 你會這樣去解釋 誰去解釋這件事 而去 其實你看到它變化 但是你是拒絕接受 可能會是這樣 但當你 可能這個就是正正的轉折點 你在這一刻你不去 認真了解 可能就是你真的錯過了機會出貨 或者錯過了機會入貨 所謂天要下 要糧 要加強 其實你自己去想 其實不代表公司是這樣 它是在改變 有個很出名的希臘的哲學家 他在千多年前這樣說的一件事 我沒有中文譯 我有一些譯做什麼 世界 世界時流 還是什麼 不是說差事 他其實如果 如果這樣轉回來 可能簡單一點就是 應該一句這樣寫 是變幻原是永恆羅文 這樣可能大家會知道 說什麼 我經常想說的是 其實分析 像Lelton所說的 你看的數字是正態的 公司正在改變 你看的數字是06年 是六個月之前 過去的數字 每間公司是不斷改變 它的業務是不斷改變 絕對千萬不要用它過去的成功 就會覺得以前都可以的 它接下來都可以的 如果真的這樣 怎麼會公司倒閉呢 反之亦然 好像我之前那間公司的錯誤 我以為它之前的產品不行 誰知道它就跟著給你新高 你看 它過去失敗了 不代給它 即它接下來都會失敗 世界上是沒有東西 即保證一定是會不變的 所以好像最後一句 麒麟依士活說的 他說 沒有啊 你要什麼保證 買多士爐不是保證 都是保證你一年 可能都不是保證你永遠 所以其實買細股 其實坦白說 自己做了十幾年股票 我見過很多公司的上上落落 就是管理層 我看著它之前 如何紅心壯指一路上落 但是業務 有時不是它的錯誤 就是你不要以為 就是有些公司的業務不行 或者營利不行 有時真的整個大的潮流 那個產品的改變 就是令到它不行 有時有很好的管理層 可能都未必能夠 將那個形勢逆轉 當然在牛市的美期 有些股票 可能你看報紙也聽到很多 有些根本的管理層 就是過去十幾年都搖擺不定 就是一向都是炒股票 但可能它的股票就升幾倍 可能你覺得很刺激 坦白說買細股 最後一樣 就是通常你買得好的細股 就悶到抽筋 即是那些是沒有什麼新聞 但反而那些 就是可能可以帶到 給你一些比較長遠的收益 一些你經常見到新聞的細股 就可能你初頭的一兩個月 就很過癮了 那可能通常這種細股 就是令你輸大錢 大笑 大家好像新同感受 就是通常令你輸大錢 就是每天見到新聞 就是好像很多 很多事發生的這些細股 反而就是未必是最好的股票 我想我今天是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是否跟著呢 我們有個Q&A 可以找到Nelson 沒錯 我們有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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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